凑一块就疯狂 你看台湾我觉得最明显 我去台湾觉得这个人都那么好 单个人的时候那么样的和和气气 但是你看 闹事的时候凑一起 这个台湾人同样是台湾人 那家伙就跟什么野兽一般的吼声 是吗 你说像造势大会那一种吗 就是你在一个群体里面 你可以找 就像你说你可以找到一种安全感吗 认同 就是被一种认同 那你不做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你被他区隔了 所以呢 如果你一村的人都被找去做造势大会 你今天在家里面你就觉得 我好像被孤立 好像没有人理我 那这种感觉很 比你在那边做坏事 我觉得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应该更大 所以大家只好跟着做 有一次在台北造势大会 杨锦玲在那里做采访 然后就拉住我就采访 所以你有什么感受啊 我说我很久没看到这样的群众大会 很亲切 因为大陆现在没有这样的群众大会 你说河南这事算不算群体事件 上面领导要不要 群体拔萝卜事件 我突然想到这其实是个商机 如果是有生意做生意的人 他完全可以在郊区搞那些农庄 然后就吸引城里的人 比方说你就付一定的钱 你随便拿 不是这是农家乐是现在是有的 你付一定的钱你随便拿 那很多城里人就星期天当一个郊游 这其实是可以向良性发展 台湾现在就是农家乐 有这种情况 那我现在不能理解是 如果你今天去你觉得 哇好好这个人很好 给我免费的萝卜 但你为什么会对一个好人说 拔他们家他要卖钱的辣椒 这就是你怎么回馈他 这是什么样的事情 这个现象你到处可以看到 中国公路上现在稍微开得好一点的车的人 他可能十年二十年前也在种地 也非常苦 但他今天稍微好一点 他对于其他在种地 在旁边打工的人 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你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 就是你想象一个 那不是那就是一哄而上 你说这个人 为什么我跟你说 人一凑一堆 一凑一堆 你就不是你自己了